适逢教育部今年将检讨小学标准课程KSSR 国内十个华团列出了修改建议 准备将备忘录提成给教育部 他们更统计出华小的历史课本出现了200多个的错处 包括内容过于单元化 部分内容和历史无关 但有主观偏见和语法问题等等 究竟具体的错处有哪些 来看详细报道 历史不仅仅是一种整理记载 也是用来招视后人的一门学科 不过国内十个华团今天召开记者会 发表联合声明时揭露 小学四年级的历史课本有73个错处 六年级有21个 五年级课本最多共有131个 这些错处可分为四大问题 第一 内容过于单元化 没有体现我国多元民族 语文和文化的国情 第二 部分内容和历史无关 第三 内容编写带有主观偏见 和选择性偏重 第四 内容语法文学和资料的错误 当如果是历史受扭曲或者是改造 或者是单元化的话的情形下 这个会造成很多困乱 尤其是下一代的年轻人对历史的认知 苏钱的话 情况出现的时候 大家会回归于历史之前所发生的事情 来做一个根据 在解决之下 如果历史受改写了之后 它的后果肯定会有很大的森严的影响 划小历史课本的问题包括 里头出现关于家庭和礼貌等 类似道德教育的内容 马来文汉巴一律被翻译成奴才 结果宰相也变成了奴才 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担任首相至今 还有 历史课本没有提到 中国明代伟大航海家 但是有提到我国宇宙一哥 比方说这里面有体坛的成就 当然非常详细地列了各个项目 包括李中原也榜上有名 但是我想这个跟历史比较没有关系 它是当代的 郑和七次下夕夕央来到马绿角 在课本里面竟然一段文字都没有 这个是不可思议的 郑和下夕央不是华人问题 它是国际的一个事实 而日记时期的历史竟然完全没有出现 仿佛我们的国家不曾经历日记时代 这个从史学的角度来说 这个跳跃太大 于是诗歌华团和国内历史学者 准备将备忘录和修改建议 成交给教育部以做探讨 同时他们建议教育部 弃用一纲一本改以一纲多本的形式 来编定小学的历史课本 以针对各原流小学的需求 另外他们也希望教育部成立一个涵盖各族历史学者团体 以及各原流小学代表的小学历史课标和课本委员会 让各族学者能够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NTV7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